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一件家喻户晓的西方乐器 吉他似乎总以流行音乐的形象出现在大众的视线里 大家喜欢电吉他的狂野 民谣吉他的甜丹 说起古典吉他 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是 什么是古典吉他 古典吉他和其他吉他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大多数古典吉他演奏者 反复回答次数最多的问题 如果你想和一个古典吉他演奏者断绝来往 只需要在他弹琴的时候问他 我都听你弹了半天了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唱歌 如果他耐心跟你解释 古典吉他演奏是不唱歌的 你只需要再接着问他 你不唱歌 那你们乐队的主唱是键盘手吗 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不会再弹琴给你听了 这是关于古典吉他的一个小笑话 但是也指出来古典吉他和其他吉他的区别 也许我说古典吉他 大家还需要时间反应 但如果我说吉他名曲 爱的罗曼斯是一首古典吉他作品 你还会觉得它很遥远吗 我四岁开始跟随我父亲学习五线谱和古典吉他 当时并没有预见到将来它会成为我的专业 作为一个四岁的孩子 只是很喜欢这个让人亲近的 能发出美妙声音的运气 后来我发现 这就是古典吉他最动人的地方 它总是在不经意间走进你的心里 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古典吉他 我会说古典吉他是吉他家族中 艺术成就最高的成员 他演奏古典音乐 与钢琴和小提琴 并称为世界三大乐器 作为西方谭播乐 吉他的历史非常悠久 在公元前三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吉他的祖先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生活和祭祀中的重要兼证 当历史的车轮迈过一个又一个世纪 吉他的祖先也传播到了不同的地方 带上各地的文化特色 衍生出多种形态相似的弹播乐 他们各不相同 却又同根同组 他们由中亚往东西两方传播 传至欧洲成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古特景 之后成为18世纪开始传播开来的六弦单弦吉他 传至东方其中一种遍体成为当今中国的琵琶 就像琵琶成为我国盛行的民间乐器一样 这种带饼的弦乐器成为欧洲世俗音乐的重要角色 人们唱诵琴歌伴奏舞曲 宫廷民间宴会沙龙随处可见其身影 公元八世纪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 带来长达数百年的统治 阿拉伯乐器乌德琴在此地广为使用 而后这种乐器在中西文化结合中演变成长 成为后来我们所认识的吉他 热情的吉他也风鸣了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 成为了国民乐器 19到20世纪的西班牙 新旧思想的碰撞和融合 让西班牙的音乐 诗歌 绘画和建筑都发展到了高峰 那为什么西班牙会被称为是吉他王国呢 背后的故事实际上是一段被救赎的历史 19世纪开始 浪漫主义思潮的流行和工业革命的影响 大众开始偏爱声音洪亮的钢琴和拐弦乐团 吉他因为音量偏小而失去声势 这件曾经频繁出现在 王宫贵族画像里代表身份的乐器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 优美而亲切的乐器特点被人遗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吉他都是跳舞喝酒时消遣娱乐的工具 19世纪中期 一个小男孩的出现 让吉他坎坷的命运似乎有了一线希望 1852年 一个名叫太雷加的小男孩出生在西班牙 小时候因为贪玩而造成势力损伤 父亲在心痛的同时决定请来有名的盲人音乐家 教年幼的泰雷加学习音乐 这样即使将来成为盲人 他也可以依靠自己能力萌生 泰雷加在这样的情况下 首次接触到了美丽的吉他音乐 并刻苦学习 后来泰雷加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皇家马德里音乐学院 虽然主修钢琴和作曲 但他始终心系吉他 到处寻找演出机会 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举办的几场古典吉他音乐会 获得巨大成功后 巡演邀约纷纷而来 他开始成为职业古典吉他演奏家 成名后的泰雷加为了让古典吉他 有更广阔的曲目范围 在忙于演出的同时 改变了贝多芬 海顿等大作曲家的作品 到古典吉他上 同时他还留下了三百多部写给古典吉他的原创作品 我们耳熟能详的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 《泪》 阿拉伯风格起响曲 以及诺基亚的铃声原曲《大华尔兹》 都是来自泰雷加 为了更好地展现古典吉他丰富的表现力 泰雷加在古典吉他上拓展了很多新的演奏技巧 他的《大华塔舞曲》展现了超前的古典吉他技术 炫技手法令人叹为观止 另外泰雷加也正式确立了现代古典吉他的标准演奏姿 将重心放在左脚踩上脚凳 让演奏者可以更稳定地吃琴 当明星的同时 泰雷加还教出一批明星学生 著名的吉他音乐家普霍尔、刘贝特等 都出自他的门下 泰雷加杰出的贡献让他备受尊重 成为众多吉他音乐家的偶像 因为有他的出现 短暂消沉后 吉他的发展终于在近代拉开了新的篇章 虽然缓慢却影响深远 我们尊称泰雷加为近代吉他之父 不但因为他在世时的成就 也因为他就像多米诺古牌的第一章 引发了后来无穷的动力 泰雷加的影响力促进了多位里程辈士的吉他音乐家 在西班牙诞生 古典吉他在他身后也迎来了强势的黄金时期 当20世纪的西班牙成为局势文明的吉他王国后 古典吉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被称为西班牙吉他 一方面大家重新开始认识古典吉他 是从西班牙开始 另一方面西班牙吉他这个浮有诗意 而又令人遐想的名字很好地称托了古典吉他浪漫的气质 1952年法国电影《被禁止的游戏》邀请西班牙吉他大师 叶佩斯为电影创作配乐 叶佩斯用西班牙民歌为元素创作了名曲《爱德罗曼斯》 质朴浪漫的旋律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它也成为了大众最耳熟能详的古典吉他作品 现在大家认识的民谣吉他和电吉他 是20世纪为流行音乐而研发出来的吉他家族的新成员 从此吉他家族成员彼此分工上有了更明确的定义 古典吉他呈现了古典音乐的高雅和神韵 而电吉他、民谣吉他和纸弹吉他的出现 也展现了吉他这个乐器从远古时期就存在的多变的特质 悠久的历史让吉他在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中不断前行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萌芽和扩散 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的唯我独尊 古典时期的白银时代 之后也面对了浪漫主义时期前所未有的没落和消沉 近代吉他之父泰雷加的到来 是吉他在19世纪的第一道曙光 可是在他之后又有谁能借过他的接力棒 拯救古典吉他与危难之时呢 挤近夭折的古典吉他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下一期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吉他音乐家 是如何披荆斩据带领吉他在20世纪重回巅峰的传奇故事 我是Eva 吉他罗曼史 我们下期见 吉他罗曼史 吉他罗曼史